我应该知道 他们俩生活当中就是情侣 所以说这是刚才是真的求婚吗 不是 我当真了 所以说与其这个选题 从你这儿来说你是喜欢的吧 太喜欢了 而且我当时就在想一个问题 是他俩怎么做到的 就是这个这么默契 原来是真的是一对 这个真的是演不出来了 真的很棒 感觉真的很棒 谢谢 谢谢 现在就是很多时候 我也面临这种问题 说说看 就是很少 就生活中很少有惊喜 都是惊吓 你遇到过惊喜式的求婚吗 我那个我很遗憾 婚结过几次 但是没被求过婚 惊吓式的求婚 惊吓式的求婚 我等着下一回 我等着下一回 请给我这个机会 下下我 好真实的张语继老师 刘洋 你真的没求过婚啊 就是没有求过 然后我觉得刚刚在舞台上 我就觉得是我的 彩排了一遍 彩排了一遍 对 我给你们一个喜上加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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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这里边那个鱼山 鱼山 那个 那个那是 那什么鬼呢是 不是 那个时候是创牌嘛 张诚说要做就做 最不会唱歌的 极势 最难听的 唱成那样也得有点天赋吧 就是我跟他说 我说罗盛登 我需要你唱歌很难听 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最难听的 他就来梁静静 我说这么难听吗 会不会有来难听了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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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遍 你等我 同志呢 我跟你说 我在唱歌这个领域上面 终于找到了同路人了 太阳出来我怕山坡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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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们可以一起CP一下好吗 谢谢老师 你们合唱这首一遍一遍 我们一起的 梁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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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来1 2 3 一山一山梁静 半天都是小星星 不是 我也接不住啊 谁跟我说山东人的越感都很好 其实就跟说山东人都帅一样吧 偶尔也出一个我你知道吧 我有一次很 去年 去年520 我还在拍着戏 还夜戏呢 我都没下班 我又520了 我说赶紧转一个吧 我又转了一个 8888 本来我想 我老婆就说 你太敷衍我了 你给我转这个 等我老婆 秒接手 秒回了一句 谢谢老公 平均每个字 两千二百二十二 我觉得这个就像 刚才他说的这样 就是到最后两人在一起 就像您的这个想法一样 跟我太太想法是一样的 就觉得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去 懂 懂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更重要的东西 是 兵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老给我一种 长辈的感觉 就是 我们长辈 啥我们长辈也 我跟他俩早就认识 我们很熟 刘影高阳嘛 我们 是不是不反正欢了 操影刘影 刘影 刘影 我们在那个 我们就认识 是的 其实真的今天这些作品 真的是你们该有的样子 谢谢兵哥 谢谢 就很简单 但是他点着能打动到你 像我这种超值的人 都被打动 后边那一下子 那一下子 点中了 点中了 那也给我顶住了 往我就偷偷流了几滴泪 什么时候带上了 小珍珠来了 来吧 谢谢 谢谢 秦浩 你在刘洋身上 看得到自己的影子吗 怎么就Q到我了 从那儿 你给我讲一下逻辑 你给我讲一下 Q到我的逻辑是吗 就是 你说说你求婚的经历吧 我想一想 时间过太久了 对 时间过太久了 九年前了 我只记得 我只记得是在土耳其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在拍一个电影 也是那个静姐在导 然后 之前找过女棋 对吧 就那样什么名来的 那个电影 我是女王吧 对 我是女王 对 你们反应这么大 没有 心里没我 没我 没我 那个后面不 不太适合加8 我猜 才8 我猜 然后上我们去土耳其 然后我就记得那天 是他拍戏 我没有戏 找了一个餐厅呢 然后用那个蜡烛啊 围了一个心 后来说了功以后 带他过来 战决来了 我们在一起 还有十天 只有满一年了 然后在这 三百多天里 是我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 我自己结婚以后 绝对不会有小三 有小三 我就自己杀了自己 还有补妆呢 这真一年 行不行 交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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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地说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给我惊喜 但我觉得能让爱的人开心 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但是呢 惊喜是一个 太需要时间成本的事情了 尤其是结了婚以后 你可能孩子照顾 然后你去工作 大家都要忙各自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趁年轻 能惊喜多惊喜吧 后面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你知道吗 这个节目让我逼着我跳舞 我有段练舞的视频 被伯哥看到了 他对我这个评价 我一直没有反应过来 是什么意思 直到听到罗盛登唱歌 我想起来了 伯哥对这个视频的评价是 你自己说 不 这个确实这样说有点不尊重 我只是陈述现实 我的真实感受 我说马老师 平时你一看到他 是不是从上到下 透露着聪明劲 他这一跳舞啊 这样一认真 又有点跟不太上 这样有点不协调 他就是感觉有点降致 既然他们的能力当好 但是在这么笨拙的脸上 看到了一些 他跟孤岛没有什么关系 看下来跟智商有点关系 你知道吗 怎么还带家长来的呢 我们霹雳特意交代说 别人都可以不带 但他哥仨必须得带 因为他们往台上一站 不太会talk 是叫talk 对 让我俩溜溜 在旁边捧捧跟 我让我来 团长来我们能理解 那天放你来干嘛来 我作为讨案团长夫人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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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是谁意思吗 妈妈是吗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呐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颜鹤强老师特别会可爱 你发现了没有 嗯 上一次也有一个特别会可爱 每一次他都会设计一个特别可爱的动作 啊对对 内心的投射 上一次的动作是啥来着我记着 上一次那个 哎 啊 啊 啊 上次啊 上次是这个啊 对对对对那个啊 这次这次 这次是这个 哎 这个也好 那这什么意思没明白 表情包啊还是什么 就是羞涩嘛 他有一三次 但其实你没觉得你如果跟那个 跟那个朱 朱 朱阿姨在一起 你俩一核是个新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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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其实当时想到了 那个是那个美极想到了 然后美极去请调了一下 我们组的一个表演指导老师 天朔 然后天朔说啊 不要这样 这样特别没有艺术的那种突破感 啊那当我没说 我觉得我觉得哎 宾哥 我觉得这是批评你真的 是是是 这特别没有艺术想象力 哎 你也可以发信息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这样 不是 天朔说 到几天我在公司门口 然后碰见那个严老师 穿着差不多这身衣服吧 然后骑了一个挺着个儿 一摩托车 旁边人就跟我说 他生活当中就爱汽车 观众可能都知道 我搭档的是郭麒麟嘛 然后我们俩这两年确实 各自都会忙一些外边的事 原搭档经常老不说 我们得干点别的 出去周固事件啊 从北京骑摩托车骑到巴黎 从沃拉斯加一直到阿根廷的乌斯怀亚 横纵了欧亚纵贯了美中 一个是积攒的素材 新的世界新的人会有新的点 第二也是缓解一下焦虑 这个甲冰老师也是摩托车 但我没你骑得远 我就干国外去了 我顶多干巴上去的 而且更有缘分的一点是 严和强老师今年也演了《飞驰人生2》 是 对 正好有那么一个 但是我那个就一闪而过 真快 我整个一个春节 都在跟我朋友解释我在哪 就那海帮上有 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闪而过 那天我在公司门口 然后碰见那个严老师 穿着差不多这身衣服吧 然后骑了一个挺着个儿 一摩托车 旁边人就跟我说 他生活当中就爱骑车 说说作品吧 刘洋也讲一下 他是这样 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这个点子 也是想到在养老院 但是我们不想做的是那种 就是常规意义上 我们想象中的老年人 我们就在想能不能结合一下 这个赛车的事 然后我们四十同堂写出来之后 我们演就总觉得插口气 然后觉得这个本子可能就要被抛弃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两位老师出现 其实让这个本子一下就活了 对对 就找不到他们这么老的演员 对 因为我们 因为确实够老 在年龄上最适合演这个节目 昨天李丁老师一进井 我都觉得人家到家了 没有吧 我觉得我的少年感还是挺强的 我很难驾驭这样的作品 我就是为这个本子而生的 坐在摇椅上吃雪糕 然后满脸折瘡 那我的话都 咱这二句词是什么来着 这个也好 那这什么意思没明白 是表情包啊还是什么 就是羞涩嘛 画意他 但其实你没觉得 你如果跟那个 跟那个朱阿姨在一起 你俩一盒是个新呢 这个其实当时想到了 那个是美吉想到了 然后美吉去请调了一下 我们组的一个表演指导老师 是天朔 然后天朔说 不要这样 这样特别没有艺术的那种突破感 那当我没说 我觉得 我觉得 冰哥 我觉得这是批评你 真的 是是是 这特别没有艺术想象力 你也可以发信息跟我说 你知道吗 李宾 不是 天朔说 但我说实话 我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 下来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中间有好多小包袱 然后小拐弯 但是 就有一个特别阳光的一个作品 一直就给铺到最后了 对 就其实这个作品 就是出来的时候 我是就特别 想把这个作品给我的父母看 然后我就感觉到 他们这一辈子 是特别特别操心的 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都是这样 就其实他们也有 就少男少女的那个时代 有疯玩的那个机会 但是那一代人 特别早就开始承担 家庭这个重任了 那现在我们 作为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就特别希望 那他们虽然是老年人 但是还是可以像少男少女 像孩子一样 然后出去疯玩 去游山玩水 去种地 然后去想 到底是玩还是种地 你知道吗 我 我爸 我以为我爸想在种地 我以为我是不想玩 好好玩 你中文静 你不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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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不想玩 我看你 我看你 我是想不想玩 我看你